说到俄罗斯 尤其是俄罗斯的航空工业 就绕不开苏联 毕竟粗略的看 人类航空时的前90年 苏联存在了70年 而且在这70年里面 还做出了巨大贡献 先来回忆一下 苏联的航空工业有多牛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没多久的1941年 苏联的飞机不够用 于是赶紧对整个行业 进行了整顿 这事办的效率很高 到1942年 飞机产量就达到了1941年的好几倍 全年总产量25000多架 这个数是德国的1.7倍 在整个二战期间 苏联航空工业一共交给部队 12万5000多架飞机 为打败德国法伊斯 立下了汉马功劳 当然能搞出来这些宝贝 离不开一众优秀的飞机设计师和设计局 这些设计局 有些在今天依然很出名 像生产苏系战机的苏霍伊设计局 生产米格系列战机的米格设计局 生产图系列轰炸机的图伯列夫设计局 生产伊尔系列运输机的伊流深设计局 生产亚克系列战斗机的亚克福列夫设计局 生产马卡系列运输机的马卡耶夫 另外还有生产安系列运输机的安东诺夫设计局 现在在乌克兰 在想到前段时间被炸毁的安225 不得不感叹 这才分家二三十年 当年的亲兄弟竟然打成这样 苏联这些设计师和设计局 在飞机设计和学术研究上 自成一派 虽然从根本上 谁设计飞机 都逃不脱牛顿三大定律 但是俄国人优秀的数学功底 再加上独特的艺术品位 那造出的飞机 简直就是暴力和美学的完美结合 好多小姑娘小伙子看到之后 都欲罢不能 在这插一嘴 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设计局 他们的名字是咋来的 挺丰富的 其实很简单 这些都是人名 都是当年优秀的飞机设计师名字 开山鼻祖 这一点咱中国有很大不同 虽然中国的航空工业 就是靠苏联的支援才建起来的 一直到今天 在很多地方 比如在学校 无论你是在北航南航西工大 还是在哈工大 都多多少少在课堂 以及课本上 能感觉到毛子味 网上不是还有个调侃吗 给沈阳的沈飞起外号 叫沈霍一 挺有意思 中国继承了苏联航空工业 很多特点 但是在研究所的命名上 没有学这个老大哥 你看咱们国内的这些航空单位 我还没听说哪个是用人名来命名的 一直到今天 苏联的主要继承者 俄罗斯的军用飞机 依然是世界一流 他们生产的战斗机 在全世界的军工市场 也相当抢手 印度就买了很多嘛 虽然保有量不大 但是需求量很大 这玩意儿在三哥 是个快销品 苏联以及俄罗斯的军用航空 咱就不多说了 军用飞机我也不懂 说多错多 别人笑话 咱下面主要看一看 他们的民用航空工艺 也是解答一下很多人的疑惑 为啥现在俄罗斯的军用航空这么强 但是民用航空就没啥动静呢 历史上 俄罗斯或者说苏联的民用航空工艺 富裕过吗 首先回答 富裕过 而且相当富裕 时间回到遥远的1956年3月 英国伦敦的西斯罗机场 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 随后一架印着苏联国旗的喷气客机 穿破云层 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那个年代 客机已经挺多了 坐飞机出门也没啥可吹的了 但是谁要说自己坐的是喷气客机 那可风光了 十里八乡都出名 因为也就仅仅在四年前的1952年 人类第一架喷气客机 英国哈维兰惠星客机 才正式开始服役 所以当人们看见一架印着苏联国旗的喷气飞机 有点懵啊 心想着苏联啥时候 瞧摸摸搞出来这么大一个客机啊 然后再仔细一看 发现这个客机和苏联的轰炸机 图16长得很像 简直一个模子出来的 这才反映过来 好家伙 原来毛泽哥是基于轰炸机改了个客机啊 现在咱们知道 这个客机的型号叫图104 在这要说一下 军机和民机之间的转换啊 虽然一直都有 但是主流的做法还是民机改军机 比如客机改成预警机加油机 但是军改民的不多 一直到今天都很冷门 所以图104也是人类迄今为止啊 少有的带减速散的客机 那当时苏联它为啥见走偏锋 用轰炸机改了个客机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了 1951年到1955年 苏联完成了自己的第五个五年计划 在这五年里啊 苏联民航 苏联当时的唯一一家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 运送了980万旅客 用的飞机啊 主要是里二飞机 这个飞机是仿制的美国道格拉斯DC3飞机 DC3这个飞机也是一代名机啊 有多出名呢 哎呀 说出来吓泥跳 1939年 美国国内90%的航空运输都是靠DC3完成的 DC3还有个军用版 型号C47 咱们初中历史课啊 讲到重庆谈判那一部分 书里面说 1945年 毛泽东和周恩来 王若飞三个人 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以及国民政府的代表张志忠的陪同下 做专机 从延安飞到重庆 当时这个专机就是C47 另外二战期间啊 电面公路被日本切断之后 美国开辟了从印度往昆明的运送物资的通道 著名的驼峰航线 主力飞机也是C47 再有 蒋委员长的夫人 宋美龄的专机 著名的美龄号 她的型号也是C47 所以从这看 DC3飞机的江湖地位 你应该能感觉到了吧 DC3飞机这么好用 苏联政府就在1936年买了一批 后来觉得不过瘾 干脆买了这个飞机的制造许可证 派人到美国学习怎么制造 最终苏联版的DC3就是里二运输机 之所以叫里二 我想你也能猜到 是因为造这个飞机的总工程师 他叫里苏诺夫 苏联造出来这个飞机后 中国也买了一批 你看50年代的人民币 这两分钱的钞票上面 一呢就是里二飞机 里二好用确实是好用 但是它毕竟只是个螺旋桨飞机 而且还是活塞式螺旋桨 可别搞错了 它不是涡轮螺旋桨 这两种差老鼻子劲了 活塞发动机的优点是省油 但是功率不行 太小了 所以这个飞机 既飞不快也飞不高 巡航时速也就200多公里 到苏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 苏联说 前面这五年啊 咱们才运了980万人 不行 有点少 下一个五年 咱高低要把这个数翻倍再翻倍 争取把旅客数增加到4480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啊 苏联民航开始建机场修跑道 而航空工业部门 也开始加紧研制新的客机 安东诺夫设计局 搞了安石 安石二和安二十四 一流声设计局呢 搞了一二一四和一二一八 这些飞机 大部分都装了涡轮发动机 比活塞的有劲多辣 但是都还是螺旋桨的 不是喷气 而促成苏联非要搞喷气客机的 是发生在1955年的一件事 挺有意思 那年啊 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坐飞机飞到日内瓦 和美英法的领导人一起开大会 他的专机型号啊 是伊尔14 一个载客大约20人的 双发活塞螺旋桨飞机 刚开始赫鲁晓夫同志 也没感觉有啥 但是一落地受刺激了 发现美国总统 艾森豪威尔的专机 是一个大的多的飞机 这个专机啊 是洛克希德研制的 四发螺旋桨科技 超级星座 能坐大几十个人 这一对比 赫鲁晓夫受不了啊 脸上火辣辣的 后来他儿子就说 跟老美这四发大飞机一比 咱这双发小飞机 就跟你小B3似的 从日内瓦回来之后啊 赫鲁晓夫赶紧叫人开会 喊来了图布列夫伊留申 和安东诺夫 这几个飞机射击大师 意思很明确啊 就是这一次出门 我受刺激了 你们赶紧给我弄个大飞机 我后面出国还得用呢 在会上呢 伊留申说了 哎呀真巧 我手里还真有个飞机 一指摇八 四发涡轮螺旋鸟 也能拉几十个人 可以跟美国人的飞机碰一碰 这个飞机我已经搞了好几年了 也造出来几家样机 但是前几年斯大林说 四发飞机太浪费 对不让我搞了 现在项目也就停滞了 既然国家有需要了 那我就能重新开始干了 另外图布列夫也举手说 哎我这有个轰炸机 图16 如果国家需要 我可以把这个飞机改成客机 虽然它的发动机只有两个 但是咱这是喷气的 气势上绝对不输美国人的螺旋鸟 这个提议让赫鲁晓夫还有点小兴奋 点头同意 最终图布列夫在图16轰炸机的 机翼尾翼发动机和起罗架的基础上 装了个更宽的机身 研制了涡轮喷气客机图104 这个飞机1955年首飞 比波音707晚一年 但是投入使用比707早了两年 图104装的发动机来自米库林设计局 很有劲 推力比西方任何一种发动机的推力 都大一倍 这也保证了图104只需要装两台发动机 就可以实现78吨的最大气倍重量 而同时期装了四台发动机的英国惠星客机 它最大气倍重量也才50吨 图104虽然是在轰炸机的基础上改的 但是并不是简单的套个壳子装上椅子 而是做了很多改动 比如最主要的给客舱装了增压系统 这一点之前咱们讲过 客机能飞到万米高空 你坐飞机不用戴氧气面罩 也不用穿增压服 都不会憋得慌 根本原因是客机的坐舱是气密增压的 相当于这整个飞机就是一个充气的气球 用飞机空调往里面充气 提高坐舱里面的氧气含量 同时也增大里面的气压 但是轰炸机可以不增压 反正也不拉乘客 让飞行员麻烦点穿上增压服就行了 给飞机增压的这个技术 当时苏联掌握的是比英国好的 而且英国还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带增压系统的彗星客机率先上天了 飞机飞上去下来 飞上去下来 那这飞机就是循环的充气放气 最终飞机扛不住 解体了 摔得很惨 也因为这事 人类有了一个新的学科 开始研究金属的这个绝症 金属疲劳 飞机摔了之后 图伯列夫很关注 彗星客机的空单调查 后来得到消息 由于彗星客机的窗户 它是方形的 带直角 导致在那出现了硬力集中 再加上金属疲劳就裂开了 现在咱们知道了 在受力的地方 都会搞个圆角过渡 防止出现硬力集中 这都是前人拿命换来的经验 但是好在 图伯列夫坐的飞机 它的窗户一开始就是圆形的 避免了这个问题 但是吸取彗星客机的教训 还是把窗户那加强了一下 然后还搞了个大水池 把飞机放到水池里面 循环的增压 做疲劳实验 1956年 图104飞到伦敦 引来很大关注 这个飞机 确实给苏联 给赫鲁晓夫长脸了 图104最终生产了200多架 而且还卖到了国外 虽然不多 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买了6架 1981年 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 一架图104飞机 由于装载不当 而且严重超载 追击了 机上51个人全部遇难 最关键的呀 遇难的人里面 包括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副司令 太平洋区航空司令 以及太平洋舰队 海军航空兵参谋长 等一众高管 这次空难 结束了图104传奇的一生 苏联第一架喷气客机的传奇 告一段落 但是苏联民航工业 以及图布列夫设计局的传奇 依然还在继续 苏联以及俄罗斯的航空工业 假的实在太厚了 单单将民航工业三两期都说不完 由于事件原因咱几年先到这 后面继续说 欢迎点个管路 放着迷路 我是马卡耶夫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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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